近出有据 無畏無据 我是余青 歡迎收看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迷使者海豚范正宏 那今天大盤就震盪啦 那選錢看起來好像都會繼續這樣無聊下去 那選後會怎麼樣呢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海豚的看法 那當然台積電今天有個新聞 就是台積電大展 可是散戶呢 好像卻在逃命一下 那等一下海豚給大家看一下數據 因為基本上海豚看到這類新聞呢 都會去找一些數據來看 好 那我們就不多說啦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剛剛留在這個YouTube的留言區裡面 海豚等一下會這個正片講完之後 後來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回答啦 回答 那一樣還沒幫海豚按讚訂閱的 幫海豚按個讚 開啟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覺得海豚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樣更多人認識海豚 那還沒加入海豚LINE生活圈的 那可以掃一下隨便QR Code 那一些重要資訊呢 都會在裡面 去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那想當海豚的學員呢 歡迎加入右邊的 就是掃右邊QR Code 然後 留下你的問題 那會有服務人員跟你去做聯絡 那當然海豚上禮拜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接下來海豚預估 選後 不能說選後啦 應該說接下來會有一波大行情 那這個行情呢 不管是往上往下 應該都不會小 那如果說假設往上就要做多嘛 那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雄不到谷的 那歡迎參加海豚的學員 那如果說要做空的話 那也一樣 很多人是不懂怎麼做空的 那相關的點位呢 就可以好好跟好海豚的索碼引用 或者是簡訊的這個訊息 那就可以掃右邊的 這個 免費補錶單 來加入海豚 因為技術上啦 我是覺得 這一波啊 先簡單稍微講一下啦 這一波大盤海豚從3月就開始告大家說 這邊有危險 然後也帶學員去做放空 所以等於說一路下來 簡直是一路空下來 雖然說有中間有反彈 但是 事實也是證明說海豚 這一波算是整波都是有看對的 包含這一波的反彈也是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真的跟著海豚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來回來正題 來費的官員再放音 12月仍可能升起3碼 那聽到這個 大家可能又會開始緊張對不對 當然建議上海豚是認為 升3碼機率很難說啦 因為目前FedWatch的角度來看的話 升2碼機率是高達80%以上 那升3碼機率是低於20%的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升2碼機率還是比較高 所以它這邊標題用 人可能升起3碼 那為什麼用人可能呢 那基本上就是說嘛 就是要看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非農數據嘛 還有11月的CPI數據 11月CPI數據在12月11號還12號會公佈 所以要看這兩個數據 那 那F1C 12月F1C 剛好是在CPI數據公佈後 差了一兩天 所以呢 為什麼說 要看一下接下來的數據 然後呢 這個新聞內容呢 大概是有講到啦 波斯頓的 銀行 總裁柯林斯有講到 就幾乎沒有證據 表明通膨壓力正在減弱 那大家都會說 CPI數據不是已經連續在降了嗎 他是在睜眼說瞎話嗎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簡單來講 CPI算降 不過年增率還是高達7.7% 以CPI數據來講還是7.7% 那 的確 CPI數據年增率是有在放緩 但是通膨壓力可能並沒有真正的減弱 並沒有真正的減弱 所以他會說 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通膨壓力正在減弱 而且呢 根據目前核心的CPI數據還在5點多% 6點...欸? 5點多啊6點多 我記得是5點多啦 這個核心的PCE是5點多 那核心CPI有點忘記數據了 反正不是5就是6啦 在這個狀況下呢 基本上這個核心是比較屬於這個僵固型的物價 你要看到他明確的放緩 機率是有 但是放緩的速度 可能就壓力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說 通膨壓力 是沒有看到正確的 沒有看到這個證據表明他們正在減弱 所以呢 還有可能需求去再去升級3碼 但是我是覺得啦 還是要去看接下來的數據 因為畢竟目前 連他們自己的大魔王包兒 就是聯準會主角包兒都說了 放緩升級會是接下來要做的 因為連續升級了4次5次的3碼之後 勢必是要給市場一些時間去做個反應 這點我也認同 因為畢竟如果通膨降下來 真的是對大家生活來說 壓力會真的會減輕一些 壓力會減輕一些 壓力會減輕一些 那這邊後面也有提到啦 那他也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希望的跡象 儘管我們肯定沒有看到明確一致的證據 沒有看到證據說 表明勞動力市場正在降溫 而且目前的服務價格仍然非常高 那大家會說 那最近不是什麼 Meta啊 那個Intel啊 那個 推特 都在什麼 都在大幅的裁員 那裁員都是幾千人在算的 那其實美國勞動力市場大概是幾百萬人啦 所以裁個幾千人 裁個一兩萬人 可能對整體勞動力市場的 這個失業率增加的服務器很像是有限的 你說兩百萬好了 你說裁個兩萬人 其實等於說 才增加一%的失業 可能才增加1%的人去出現一個失業 那當然說如果說 救援人口更多的話 那就更不用說 那影響是幾乎是不到一個百分點的 那再來就是上禮拜四啦 聯準會的這個英王 我們都叫布拉德叫英王 聖路易聯準銀行的總裁布拉德 他其實有提到 暗示基準利率可能要升到5-7% 講的超級英升到5-7%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說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其實過往的聯準會 在CPI這個數據 應該說升息的時候 都是要升到比CPI還要高 但是目前的 目前呢 這個美國的F1C 美國的聯準會 他們是希望是升到比核心P11 還要高就好 所以為什麼目前的核心P11 在上個月 是9月的數據是5.1% 那如果說這個月 有看到比較明確的 放緩 年增率還是維持在5%左右的話 那他們只要需要升到可能比5%高 就可以解決了 就不用升到那麼高 但是呢 其實上5%可能還是會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數字啦 當然說接下來核心PCE有降到4.多% 那或許5%出頭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呢 過往的歷史的經驗來看 就是 這個 升息的馬數啊 至少要比 比這個目標的CPI數據還要高個1%左右 才可以有效打擊通膨 所以就等於說要升到6% 所以也不是沒有可能 只是說 一方面可能擔心所謂的美債流動性問題 那我是覺得這個就先看下去啦 反正12月的F1C可以看到接下來利率點證圖的方向 那再來就是這個卡斯卡利 他有提到說 很難知道聯準會將要需要升息到什麼程度 但在通膨明顯觸頂前不應停止 所以呢 他也同樣的 就是通膨雖然有降 但他也是認為說 通膨可能是還沒有正式的觸頂 這個也是還需要觀察 這大概是這個 上禮拜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的 比較鷹派的發言 我們去做個整理 那有沒有鴿派呢 其實也不能說沒有啦 只是就是 比較鴿派的就是 都是比較沒有這個投票權利的 然後再第二個 就大戶回頭 散戶減嘛 台積電股東週減逾3萬人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嘛 那其實這內容就簡單講了 就是台積電大漲 大家可能以為說他散戶可能會去追價 其實沒有 反而是減少的 這總股東人數啊 從兩週前的1495968人 減少到1454194人 所以大概就減了4萬人左右 接近4萬人左右 兩週減了4萬人左右 一週減了3萬人左右 所以就是說什麼 反而是台積電在漲上來的過程 台積電在漲上來的過程 反而散戶站在賣方的 反而散戶站在賣方的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 去理解一下 就是說從籌碼面的角度來講 大家知道說 漲的時候 大戶買 散戶賣是什麼 強大的利多遜 因為代表籌碼更乾淨嘛 籌碼回到大戶手上 所以這個看法也不能說 不能說不對 那當然說 就是 以從馬面的角度 你這樣解釋是 的確是OK 但是我是永遠認為 不能只看單一的數據 或單一的指標 來去做一個分析跟解讀 那所以台積電 我覺得就二分法 你說簡單點就二分法 然後台積電 這邊就打底完成 要翻多 要去看到600、700、800、900、1000 那你至少什麼 所謂巴菲特缺口 這個 上禮拜 11月15號 巴菲特在盤前釋出說 他買了 1.3%資金的台積電 1.3%資金的台積電 40億美金吧 買了這麼多 然後台積電跳功大漲 所以在這個低點呢 462 就可能會是 短線台積電一個信心指標 如果在接下來 台積電 462跌破的話 那可能就稍微留意一下 就等於說這天的 11萬張 118537張 就短線就變成套勞 套勞 套勞 那後面去做追加跟佈局的 也都跟著套勞 那這個才能去 就是要留意 這個會變得比較危險 那如果說 當然如果說這一天 連11月11號 這個禮拜五這天大漲 都套勞的話 那等於後面這邊大量 就全部被套住了 就是風險就變得更加加劇 所以我覺得這個 稍微要留意一下 這個後續的表現 那當然我自己個人呢 講直接明白一點 我是不看好台積電 這邊是直接就會翻多了 我是不看好的 因為畢竟我覺得 短線的 上禮拜也有提到 巴菲特去買它 那台積電的 就是整個半導體的 庫存問題就解決了嗎 整個半導體的需求 就回來了嗎 並沒有嘛對不對 那你說領先市場3到6個月 所以這邊開始打底合理 那萬一3到6個月之後 你看到什麼 半導體庫存還沒去化完成 那如果說需求的訂單沒有回來 那輸出又要跌回去 所以呢我是個人認為 當然說你自己在 這是海豚的看法嘛 按自己操作上 你就自己是去做留意啦 當然說你現在已經有台積電 而且你還不幸的在這幾天去做追高 那我覺得 這個 11月15號這間低點會是一個不錯的防守點 以短線的角度來講 這間會是一個不錯的防守點 我就給大家去做分享 那當然說 像今天大家可能也會看到一個新聞就是 Tesla像傳啦 好歉實在講是傳 是傳聞 說跟一些比較這個 它的一些車用晶片的部分 採用幾奈米 採用5奈米還是3奈米 我忘記那個數字了 大概略過而已 那個新聞大概看過 說像台積電下單 不過台積電跟Tesla這邊都沒有做出回應啦 那這邊可以觀察一下 那Tesla究竟 有沒有真的去用到 這麼昂貴的 3奈米製程或5奈米製程 在進階製程的部分 因為 之前大家都說嘛 這個 HPC的部分 也是要應用在這個 電動車上面 所以勢必是真的一定會有啦 那只是就是看 占比是多少 還有量到底大不大 這台積電部分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欸 等一下 欸我的全螢幕呢 再來 在這邊 好再來就是 今天的外資買賣超 今天外資就繼續賣 就是從大買變成小賣 那有趣的是今天台信 投信 投信也轉成賣超了 那自己上是持續的減碼 那基本上 今天量是真的是比較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 大盤的這個技術面吧 基本上我們就一樣Repeat一下 就是這個目前的趨勢狀況 沒有趨勢就還是空方啦 還是空方啦 但是說突破短線下降趨勢線 不 突破這個目前的長期下降趨勢線 的確短線是處在一個 還是要說 處在一個進入打底的階段 那但是有沒有打底完成呢 還是要看後面的狀態啦 那我是覺得目前接下來看 就是大盤 反彈完應該還是要再修正一次啦 就所謂打第二隻腳 我們從周線來看一下好了 從周線看的話可能至少你要打個第二隻腳嘛 底部呢你才可以去對抗這什麼 那對抗什麼 我們用紅色好了 這還是比較討喜一點 對抗上面這個頭部嘛對不對 至少你要打一個W底出來啊 這到W底部一定是要回這前滴 你至少你下來一點點也可以 但至少你的型態架構你要整理出來 那如果運氣比較不好 可能就要換綠色 就是去做破底 空方又再衍生 那海鎮怎麼看呢 這走保裡面其實都有寫齁 我這邊就不多講齁 因為畢竟這個行情的東西 在情境啦 海鎮對接下來的行情規劃 會大概怎麼走 都有去給大家去做幾個劇本的推演 那幾個劇本怎麼推演 那我們又該怎麼做 那海鎮其實週報裡面都會寫 那索碼也會講 那會員就不用講齁 海鎮直接帶你進出啦齁 所以呢這部分就海鎮就是 都有做一些相關的計畫 那希望大家自己在做操作的時候 也一樣齁 海鎮常常講 其實在股票市場就跟打仗一樣齁 你永遠要知道 發生什麼事你該怎麼做 不利自己狀況的話要減少虧損 有利自己狀況的話要怎麼樣去蹭蹭追擊 其實我覺得這個在 市場裡面齁 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齁 而不是說 我覺得現在 我們人比較多 我錢很多 那我就全部砸進去 我用實力 我用那個金錢碾壓股價齁 之類什麼的齁 那只有大足力才做得到啦 我們這些 一般投資人就不用想 我們還是跟著市場走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再來 好像沒有圖了對不對 沒有圖了 那我們看一下多空頭加速比例 等一下 我們看到多空頭加速比例 多空頭加速比例來看的話 其實多頭加速 其實已經看到 上禮拜還能跟大家講了嘛 就是說 已經進入過熱區了齁 進入過熱區怎麼樣 頻繁的上引線 開高走低 或者說今天大漲變大跌 這狀況會比較頻繁出現 大概就是類股輪動非常快速 那這個其實今天也有看到齁 今天盤中就有一個類股輪動啦齁 就是什麼 海豚今天早上有講到 就是這個手機遊戲啊 早上一堆 噴的亂七八糟 現在全部都掉下來 大概只剩下辣椒還衝在上面齁 其他都有那個上引線 所以這個是短線類股輪動很快 短線看它漲很爽去追 我就死給你看 馬上就落賽 這個就是要小心一點 那當然有沒有持續比較強勁的齁 大概就是 應該是這個我們的監控啦 安全監控啦 雖然品瑞可能稍微是小跌啦 因為它高榔在進入整理齁 那個齊歐也是 不過有一些小股票 這個沒什麼量的齁 還有這個申銳 申銳算最近比較標的一檔小量股啦齁 欸不不 它是 它是 它一架所長平常快沒量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 算是 目前比較 有延續性的族群 目前比較延續性的族群 目前比較延續性的族群 不能說延續生技 持續有資金在裡面去輪流點火 可是現在看起來比較 比較偏向 比較輪流去做輪動啊齁 那其中可能像 比較強的是美食吧 齁1760 這都海豚持續長期在 周寶那邊追蹤的這個 兩檔生技股 齁這個就繼續看吧 還有些什麼 核一啊 齁然後還有什麼 齁今天比較強的應該還 今天漲停的是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齁北極星啦 齁 齁北極星啦 齁北極星今天也漲停嘛 齁忘記代號了 齁忘記代號了 齁算不重要啦 我們回來看吧 齁所以呢這部分 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齁那當然短線呢 均線的部分還是跟大家講一下啦齁 就是 比較關鍵齁 因為今天跌過五日線嘛 齁那明天五日線扣 扣高之後 五日線沒有沒有 明天沒有漲五日線 大家就轉壓了啦 那現在就十日線的部分齁 十日線今天星期一 齁所以星期二 齁明天扣這一根 齁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就會扣到耶 十一月十五號 齁十一月十一號啦齁 齁這一天的 這個 跳功大漲 齁那所以進入到這邊之後呢 齁就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齁就怎樣 齁開始就扣高了 所以在下禮拜二之前 指數都沒有再去做創高的話呢 其實就要留意十字線 可能在下禮拜三開始就要轉壓了齁 齁這會是一個比較尷尬的時間點齁 就比較關鍵也比較尷尬 就是多頭要推不動 齁那萬一再有什麼利空 齁其實就要稍微比較小心點齁 就跟大家去做個提醒 齁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大家的問題吧 好下午好 齁一樣是CDMO廠的4726 永鑫齁 齁卻沒有跟長 想問海豚的看法如何 那永鑫基本上他跟那個 我跟大家講齁齁 就是CDMO大概三家嘛 齁保瑞台康跟永鑫齁 然後保瑞他幾乎是百分之百的CDMO 齁然後台康生呢 不是台康生 對台康生劑齁 大概是50%CDMO跟50%的 那個所謂的生物相似藥 那最近台康生最近其他就是那個什麼 乳癌的那個新藥 就是生物相似藥在日版要解盲吧 好像是這兩個月的事情 齁還沒解盲啦齁 那在永鑫的部分呢 我是比較不熟 因為這檔我研究最少 但是我知道也是 他也是CDMO跟這個生物相似藥 只是他們的比重我忘記是5050還是3710 齁 他CDMO相對來說是 我記得是比較少一點的 齁 所以呢 為什麼 他表現的比較弱呢 你看營收嘛 齁 你們看一下保瑞 保瑞保瑞保瑞大家都啊 保瑞 齁你看人家保瑞的營收是怎麼走的 齁 營收這麼強 齁 你雖然說他有併購安城藥導致營收暴增 齁 但至少比起來營收就差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自然在吸金程度上也差很多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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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指數沒有大跌 不過呢 有兩家股票 今天不小心就跌破了海豚的觀察點 那就叫什麼 就轉弱嘛 所以海豚基本上今天有進場空了兩檔股票了 當然說是加碼 是加碼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再來 簡便便說你好 OK 他問3022已經漲一段時間了 外資持續賣是否要簡碼出場 你這名字覺得不好耶 簡便便耶 你說外資持續賣有嗎 耶 還好啊 他是從高點大概是47,000張減碼到43,619張 那大概減碼三四千張 其實減碼算少啦 那10月營收表現還算不錯 年增率還是維持在比較強勁的位置 只是說營收沒有持續創新高 這個比較 這個強度有點弱下來 你說要不要減碼 你就看自己啊 這個工業電腦我是覺得 明年 嗯 因為之前有跟我說過嘛 我記得那時候 應該9月還在漲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有提到齁 就那時候海成不是做紅寶嗎 齁 那時候就是說 整個IPC的產業都是所謂的缺工缺料齁 然後這些問題慢慢暫時慢慢開始解決之後 訂單開始去做回補 就等於說之前欠的訂單 開始去補出貨 所以導致營收整個衝上來 那等到營收這些衝完之後 有沒有新的訂單就很關鍵了嘛 那海成之前有說過 那海成不追究紅寶了 那就是因為 大家聽到的狀況就是說 接下來整個工業電腦 後續的訂單狀況就沒這麼明朗 所以這部分可能接下來營收 可能慢慢就會掉下來 那當然說 看越增幅度的話 越減啊 的確看到是有掉下來的狀態 那只是後面有沒有什麼新訂單進來 就看之後的狀況啊 那這波 看起來啦 季節開始扣高了啦 後面要開始扣高了啦 如果說這邊沒辦法再吐上去的話 那就是壓力啦 可能稍微就留意一下吧 好 那傑福問說 誒吞 大盤反彈一定會有結束日嗎 近期沒中大利空 是否有可能一直彈上萬五不回頭 有可能啊 肥FED怎麼樣 馬上降息 馬上停止桌表 馬上噴上萬八給你看 好不好 基本上反彈一定會有結束的時間 多頭都會結束 反彈怎麼可能不會結束 那就算啊 我們講個最樂觀的好了 假設 我們先排除所有總經要素 單純技術面來講 這波反彈 已經算是這樣 空頭結構破壞了嘛 對不對 已經沒有在創新地 而且出現高過前高的狀態 空頭結構破壞就畢位著 打底機會嘛 那反彈之後呢 打底大概有分三種嘛 一種就是弱勢嘛 弱勢就是破底翻 我們用不同顏色好了 那比較強一點呢 我們就沒有破底 但是呢 會再去下去修正一下 再創新高 那最強勢的是怎樣 他就給你橫向整理喔 整理個一段時間之後 就用這個去取 最後最破下 就是以盤代碟啦 最後再去做噴出 大概就這三種走法 大概就三種走法而已 所以我覺得看接下來是哪一種嘛 那有沒有第四種 第一種用什麼 我們用個藍色好了 那第一種就是破底翻之後 他沒有翻起來就繼續下去啊 這就是空頭延伸嘛 所以大家就看一下 你覺得這一波是走哪一種 下面告訴我 好不好 好再來 再來沒有啊 再來沒有了 欸今天有我朋友跟我說 他要上來問散戶圖 結果沒上來問 反正還有時間 我們來我們來聊聊散戶圖好了 散戶圖快變海城的必聊的部分 好啦講這散戶圖之前啊 那個早上不是 不是早上啊 剛剛不是有這個台積電嗎 反正時間有 大家有問題繼續問啊 我先我們先來喇喇一下 欸我的那個 喔 不過這個啊 早上在海盾在line社群啊 說這個台積電上漲下來 那個散戶減少了40萬人 40萬人 喔真的是看不清楚啊 不知道是沒睡飽還是怎麼樣 好那只能說像海盾 就是之前就是6月的時候去做這個雷射 雷射眼睛的手術 所以現在都不用戴眼鏡了嘛 對不對就比較輕鬆 然後後來也開始吃葉黃素 那以前就覺得吃葉黃素好像沒什麼感覺 就覺得一樣啊就這樣看 可是上禮拜葉黃素吃完了齁 那就大概大概五六天就沒吃 那可是真的齁 就到了前幾天就是假日的時候啊 就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那就真的眼睛就開始覺得乾澀 就真的覺得好像真的吃葉黃素有用 那不知道大家吃什麼葉黃素 下面留言留一下啦齁 高海盾你吃什麼葉黃素 那海盾可以參考一下齁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回來 那個應該好了齁 我覺得欸真的吃葉黃素真的好像有差 好來閃戶族今天就到哪裡了 那個不是果然齁 不要再果然了齁 果然後面還要跌多少 基本上呢上禮拜有人問海盾 海盾說要嘛就是18還好沒賣 要嘛就是22不可能啦 這個反彈不可能 基本上喔基本上海盾這禮拜假日 其實看了蠻多 不能說蠻多了 看了一些就是市場其他人怎麼去看這個市場齁 大概就也真的就分成兩派 齁 一派呢就真的覺得是還好沒賣 我就覺得後面還要再跌齁 而且要超級大跌那一種齁 齁那另外一種呢 覺得就是這邊開始要打底了 甚至覺得接下來 一二一二幾啊 反正就前提啦 一二六二九 一二六九不會再破了齁 可能就是第一季就要準備翻多了 齁那我覺得欸如果是修正完就要準備翻多 欸那是跟剛剛海盾說的 齁這個可能最破底翻嘛之類的 那就是可能這個22嘛 齁不可能的啦齁 那我說是那種比較看比較空 要看那種大破底要繼續崩盤齁 那可能就是這個18還好沒賣 我覺得就是差不多就是這兩個角度啦齁 因為我覺得沒有一定是哪一個嘛 還是要看後續的發展 那萬一之後的下跌 啊又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齁那就是真的搞不好就變18 齁不過啦齁最近真的 開始有這個不可能啦的感覺啦齁 因為畢竟最近漲上來呢 大盤融資齁其實也沒有說太大幅的增加齁 所以感覺欸散戶就是 覺得這波漲假的嘛齁都不太敢進來 不過也的確啦齁就是上禮拜 還能問一些營業員朋友齁齁 就是散戶開始回來買股票了 所以就代表說欸開始有散戶買股票 當然可能人數不是這麼多啦齁 啊但是我是覺得小心點齁齁 基本上我是覺得空頭還沒結束啦齁 種種吉祥看起來都還沒結束 因為為什麼說因為CPI 算降下來了齁 但是聯準會 他短期內沒有降息嘛 沒有向市場去租屋資金嘛 這一個 你說放晚升息嗎 對他放晚升息沒錯 但是真正收資金收力度最強 其實是縮減資產副代表 齁那聯準會呢目前是不主動縮減 就是到期日他自動贖回嘛 如果說 接下來要持續的說齁 那說的力度不夠 齁那他如果要主動去賣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市場的這個再次流動性問題會更大 齁所以我覺得說短期起來其實還沒有看到一些 比較正面的反應告訴我們說整個空頭已經結束了 那我覺得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的確啦齁是有打底的機會啦 那但是就是你看後續怎麼發展 有沒有到完全確認訊號出現 齁 OK啦齁 大概就這樣啦 沒有人要問問題 齁齁齁 閃霍怎麼講啦 好講啦 呃 呃 呃這個久久也想問閃霍怎麼拿 OK蝦青樹不錯 我之前是什麼什麼 那個蝦 是蝦青樹嗎 還是蝦紅樹啊 我是就什麼夜黃樹跟蝦什麼 蝦青樹嗎 我這個去查查啦 齁 因為蝦青樹的牌子也不方便講嘛 他也沒有給我 也沒有給我錢啊 沒有給我業配啊 我這樣講就打打廣告了齁 所以呢蝦青就在研究了齁 如果說有那個 有看到齁 這個觀眾是在賣賣這個夜黃樹的齁 可以跟蝦青聯繫一下齁 來來個贊助一下 來問蝦青 這個高麗8996今天有突破前高後 右轉弱是否持續看多 好 我們就先來講個技術面的部分好了 基本上今天上癮線 又有點亮 不過沒爆亮所以還好 那你說趨勢嘛 也偏多嘛 那你說他一些短線結構點有沒有跌破 現在看起來最大量是哪一根 是這一根嘛 那我們不要這麼龜毛啦 我們看寬一點 我們至少看到這一根嘛 這根突破前高的紅K 134.5沒破之前 大概就還是處在一個偏多格局 那只是就是短線可能就是震盪之類的吧 這我們再看看 說真的 還能不說這幾天有看一些影片嗎 看影片大概喊高利的大概就有三個人 我真的覺得這個市場越來越擠了 越來越擠 我們看他籌碼好不好 大戶還在增加啦 看起來還好啦 看到閃戶一直增加 大戶一直在高漲賣喔 可能稍微就留意一下吧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巨石量 這個是比較不舒服 閃戶組跟他講過了齁 就不講了齁 好那大概就這樣啊 那如果說沒有留言的齁 那歡迎就這個晚上看重播的 在下面再幫海豚留言啊 告訴海豚說 你在吃哪一種葉黃素 告訴海豚一下 好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啦 那一樣齁 下一波行情想跟上海豚的 想跟上海豚的 不要錯過齁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好 掰掰 華冠投顧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